Hello 大家好,又回到Pokemon WPW 今次回到來就會去捕捉一隻伊貝 因為這個是Aleka草系管主給我們一個挑戰的任務 好了,我們進行這個劇情 伊貝怎樣走...有了 好像是伊貝 我想是了 你之前形容伊貝是火系 好像是,但看起來好像是雷系 翹特翹特 所以伊貝是雷系,看我如何修復它 他現在應該還未能捕捉 試試看 哎呀,按錯了 哎呀,按錯了 好,回來了,現在再砍這棵樹 好 接著就是這裡,我們再去測試 然後試一下就應該捕捉不了 都是劇情的精靈,不能馬上捕捉 一來我就用了比加超,對面是雷伊貝 所以所有雷系都不能用 不能用,因為它是儲電的 大部分都是儲電的,這隻雷超 這隻雷伊貝 不其妨 飛彈針,重技來的 這隻要死掉 好,我們來這隻卡比獸 舔他 嘩,卡比獸竟然怕雷伊貝 舔他 對了,麻痺了 好,接著用追打 死了 應該打贏吧 降低他的速度 不是降低,他不斷用高速移動 好,走了 剛才我只是打算不斷 舔他然後麻痺讓他的速度降低 誰知道他用高速移動增加他的速度 很聰明 哎呀,這隻水是真的不夠打 如果是水衣貝的話,我覺得更加不夠打 夠不夠呢,想想想 奇異草不知道打不打贏 現在回去回奇異草 火系一定是最簡單,因為我有帶你 哎呀 生蛋了 究竟是什麼,是不是小癡蛋 啊,迷你龍 不是吧,是迷你龍 神獸出來了 女仔迷你龍 加速減突防 異常狀態提升防禦神秘輪 好厲害的 多少Layer 一Layer迷你龍女仔 好,我們回去打這個水衣貝 應該是要打三隻衣貝 我現在來換一隻 不是,我只要用比加超也可以 因為比加超可以黑到他 他看來有點不一樣 我會站在這裡示範他 防止他試圖往這裡跑 地是精靈被地面是黑仔 什麼 這個水衣貝變成了水是精靈的衣貝仔 為什麼無緣無故說地是精靈呢 不是很看得明白 剛剛我升了比加超之後 他學了招深夜伏特 現在應該很好用 先用電磁波 再用深夜伏特 深夜伏特 極光速死了 水衣貝都簡單,贏到了 OK 他又要走了,正輝 潛到地了,潛到水了 怎樣怎樣 白癡的正輝站在我後面 試圖防止他的頭跑 很低能 正輝怎麼會這樣防止正輝 正在做氣 交氣交得很不足 火系水系還有雷系 他可以對抗我所有精靈 怎麼辦,沒辦法贏他 沒辦法對抗他 正輝你這麼快就放棄 衣貝不斷動他的耳朵 好像試圖在探測什麼 應該是吧,奇異草 用你的飛耳快攻擊他的耳朵 這個就是你真實的形態 所以他是用耳朵探測你精靈的弱點 真的怎麼樣,不太明白 為什麼攻擊了耳朵之後 他會變回一隻普通的衣貝不太明白 應該不用捉的 這隻也是 照清潔先 攻守砲 你意見到耳朵是什麼 有些不對勁,看這個耳朵 微芯片,這隻不是天生的變換熟悉 這個 這個衣貝他原本就 應該不是用正常的途徑進化 有人在耳朵用我這個小玩耳增強了他 什麼 直覺告訴你,那個所謂的Elika有東西隱瞞著我 跟我來呢 你要去哪裡 我要去找這個叫Elika的人聊聊 E貝進化篇結束 我必須問一問你打算給那個孩子救E貝是怎麼想的 E貝是我們計劃的首要目標 如果我們的計劃通過了,那個孩子會不會 小姐 白王花攻擊 什麼 吃夢獸監視我們 看你被跟蹤了 黑林頓 我必須盡快得到E貝 將至十六彩虹徽章 OK 本身我還以為這隻E貝是假扮還是什麼 而且攻擊他的耳朵突然露出圓形 但好像不是 這隻E貝應該是擁有隨意變換形態的一隻E貝 但不知道經過什麼實驗令他變成這樣 我們現在進去找Elika Elika 現在是草系 不知道夠不夠打 你或者找到E貝,但還是要通過我們這一關才行 Sit Bad 急凍光線 再急凍光線 結兵 OK 大力話已經是42 作為徐蟲要打低格倫 管家格倫 生長 OK 好歹也不是很難打 我用這些美麗的植物的確非常辛苦 但Elika小姐請我來確保這些花保持最好的狀態 但我感覺她做的東西比我還要多 你呢?你做什麼? 我在這裡工作就是確保這些絲花和綠草淋水 這樣Elika就可以聞到花香 劈爛一些樹 有沒有什麼特別 把東西藏起來 應該沒有了 好,我是Elika小姐最順暗的管家克林頓 之前負責兔太弱者我去工作 不過我確實有些私人理由作對 我要報復對我的羞辱 克林頓 這些霸王花仔就想贏我 結了兵,再見可以 所以兵系這個技能其實是挺厲害的 換聖巴掌不要 普通系 好像是格鬥 吸著睡眠狀態中對手較大傷害 那個技能有較高命中要害的機率 換聖巴掌吧 因為始終威力是比兇手劈強的 但兇手劈有個爆擊 但其實爆擊的機率真的不算太高 好,那用這招吧 我最後是普通技能 怎樣? 看看你有沒有能力打下Elika小姐 OK,來了 我們首先要問一下 不在這裡 或者不應該攜帶六隻精靈 蛤? 為什麼我不應該攜帶六隻精靈 他又沒有說規則 為什麼我不可以攜帶六隻精靈 那我要攜帶多少隻精靈 正輝的電路 那既然可以先收到迷你龍和 傻鴨 頭骨 什麼叫頭骨 先拿來看看 頭骨是 頭骨 母親死去後落下的頭骨 某些特定精靈攜帶後進化方向改變 是不是有趣 我帶四隻精靈就可以了吧 Elika 為什麼不可以帶六隻精靈 伊貝重構? 伊貝重構造 這是構造的構字 重構是什麼意思 那些人是什麼人 伊貝是一隻很罕見的精靈 他擁有高度 進化成19種不同形態中任何一種的能力 19種 如果伊貝可以重構 他可以在所有形態當中快速轉換 他會成為一隻強大的武器 你已經證明了你的價值 我以這個徽章為獎品接受你的挑戰 不用騙我 是你的實驗品 他離開了 所以你讓我幫你找回來 那些關於證明我是否值得挑戰 你只是為了要我幫你做事的一個謊言 我不需要你的爛徽章 你不用明白 在我拿了伊貝之前 你不可以離開 現在將他交出來 我不會交出來 你令我無法選擇 其實所有管主除了頭兩個之外 其實全部都是壞人 全部管主都是怪人 在這個世界裡面 我覺得不夠打 我只有三招兵技 要換一換重打 麻痺分電磁波 你懂麻痺分電磁波 你懂得麻痺分電磁波 你懂得 既然不斷送死 然後換一隻兵器出來打 換重 下山頂 霸王花換一換 卡比獸 舔他 應該用火欠 火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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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用 接著用 不如直接換重 接著換重 接著用換性巴掌 但很低功 先用兵器一下 再用換性巴掌 蓋一巴掌 搞定 厲害 再用這個 拍沙頂 好 完美 怎樣 這些年輕人的把氣 霸王反攻擊 霸王反攻擊 嘩 你傲慢 現在去哪裡 伊貝 好 家伙就是要死 被當成了實驗生物的命運 真可憐 反正他快要死 不如讓我幫他擺脫痛苦 不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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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便是對你的考驗 這隻伊貝是某個組織實驗對象 幾天前我和團隊接受到報告 不得知伊貝是從你看到的項目中圖出來 多謝你 他由我們安全照顧這個組織 沒錯 就是火箭兵團 火箭兵團是一個組織嚴密的犯罪集團 唯要更有把握對付他們 我們調查了科學技術和戰鬥力的信息 更重要的是我們需要一個有內在力量、道德和同情心的訓練師 一個像你這麼善良強大的訓練師 得到彩虹廢像 你的伊貝好像跟著你 你或者可以在旅途中帶著他 哎呀 有隻伊貝仔 我需要你的幫助 你可以幫助我們阻止火箭兵團 這個算是為了幫助精靈 既然我們一起合作 讓我向你介紹這個道具 手錶 這個手錶可以讓你檢查 哇 查到精靈的努力值 天賦值 會影響你的精靈的成長 假如時日我們會齊心協力 這個什麼 這個 擊敗火箭兵團 但是就目前而言 你需要一些訓練 需要變得更強大 祝你好運 採用徽章編章結束 那我可不可以隨意幫他進化 哇 加防減速 我可以重新玩了 看看 嘩 這麼難看 雖然看一看 卡比獸變了樣子 為何 重新看 對 為什麼他們不同樣子 看看 大力蛙是一項V 而這隻的奇種子 應該是一特攻 我看不明白 這個 HPATK SP D S應該是 S應該是速度 SPD 好像是速度 SAT應該是攻擊 可以 我看不明白 OK 好了 就是這樣 我還會給一個可以隨意換 換屬性的裝置給伊貝 所以最終你跟Edica澄清 對 你也有份 對 但是你帶著伊貝不會很危險嗎 為什麼 這些華人都在找他 想想他們會怎樣對付你 我會去錢同士 你不要聽我說話 所以伊貝已經在男生手中 多麼完美 又出現了一個火子壁團的人物 暫時這個劇情就是圍繞著Red 和火子壁團對抗的劇情 我們成功得到伊貝 但是伊貝就是加防減速 不知道會不會 用伊貝 放進電腦 下次有機會再用 好 暫時今集的特別篇Red 玩到這裡 我們下集繼續 去到錢同士的劇情 好 喜歡的話記得按LIKE 還有未訂閱 下集再見 拜拜